是主善见做先生 是奢侈 主是多众多的善见 那么这一句 我们如何学习 实在讲就是在工作之中 因为做先生主要代表了 他这个职业 在他这个行业 在他这个工作里面 要懂得 施主善见 用现在的话呢 接纳别人好的意见 这这个意思 是也是接纳的 我们才会有进步 自己的缺点 自己很不容易发现 所以 释出世间法 我们要想做得有成就 做得很圆满 要不断地改进 把我们的过时缺点 改过来 我们就往上提升 过时缺点 一定很多 世间说老实话 只有两种人没有过时 第一种 祝福如来 没有过时 他是真正 功德 圆满 换一会儿 但您就 这个菩萨 还有过时 后宽 我们凡复 所以我们 时时刻刻 要向别人请教 请别人指导 真正虚心 接受别人的指导 教导 改正自己的确定 你才会有进步 所以佛没过时 第二种人呢 自己以为自己没过时 绝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个没法子 除这两种人之外 哪个没过啊 所以我们自己 要承认自己的过时 无量不变 如果你没有过时 你怎么会落到今天 还做生死凡夫呢 既然当生死凡夫 那过时就不能够避免 那过时就不能够避免 有过不怕 古人 古人唱书 人非圣贤 树能无过 故而能改善 我大年 大善人呢 大善人呢 就是知道改过 中国 在列代帝王之中 那我们不能够避免 唐太宗 唐太宗 为什么把国家 治理得那么好呢 为当时 为后人 所敬仍所谨掌 所敬探 所尊敬的 他不有别的 就是知过能改 欢喜 听别人 说他的故事 这个是帝王当中 非常难得的 欢喜 接受 批评 认真 反省 紧紧 改过 他成功 夜代的 地业 我们在传记里面 曾经看到 他旁边 这个 亲近的一些大臣 听到 有人 对皇帝的批评 是错误的 所以 给唐太宗说 他这个指责错点 应当要受惩罚了 唐太宗不许 不可以 那这大臣问他 为什么 如果我要惩罚这个人 以后 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说故事 你就想一想 真观 知智 是怎么来的 他真有过失 你指责他 他感谢你 他改过自信 你看错了 他没有过失 你偏说他的过失 他也能包容你 他不责备你 他让天下人 都敢在他面前 说他的过失 他以这个做借鉴 来改过自信 一代为人的成就 不是偶然 这是在古圣先王之中 没有人能跟他相避的 这一点实实在在是 非常难的 这个谢主善见 我们要许 要许 接受别人的批评 勇于改过 别人纵然误会我们 说错了 不宜为怪 不必去计较 不必去争论 欢欢喜喜接受 我们自己的态度 说的是 由这改之 无则加勉 通通欢喜 接受 特别是唯一 社会大众服务 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 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好 把这个服务做到 圆圆满满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上说明